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 别逗了费曼先生 讲的是物理学家费曼生前的奇闻去事 1945年7月16号凌晨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场 一个橘红色的大球腾空而起 传来滚雷般的隆隆声 人类历史上手煤原子弹试爆成功 在20英里外 许多科学家戴着墨镜 屏息凝神的观看世报过程 而其中有这么一个人 扔掉了发给他的墨镜 就坐在一辆卡车当中 冒着被紫外线灼伤眼睛的风险 裸眼目睹了这一举世瞩目的盛况 他说 我要一个完全立体的经历 因此我决定不戴眼镜 直接观看爆炸过程 他就是参与原子弹研发的 著名物理学家 理查德·费曼 费曼是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被认为是爱因斯坦之后 最睿智的理论物理学家 也是微软创始人 比尔盖茨 谷歌创始人 谢尔盖布林 商业大亨 埃隆马斯克 共同的偶像 作为知名的物理学家 费曼在科研和教学方面成果颇风 像是量子引力理论 超流理论 不分子模型 费曼图等等都是他的杰作 他的费曼物理学讲义 被议成了十种不同的语言 被奉为物理学领域的经典 不过 人们喜欢他 不仅是因为他的科研水平杰出 更多的是因为他源源不断的好奇心 求知欲 正直幽默的品行 以及他在解决问题过程当中 享受快乐的精神 除了物理学家的身份之外 他还是无线电维修师 电镀工人 保险柜密码破解高手 画家 鼓手 玛雅象形文字的破译者 费曼的有趣打破了人们对科学家 一本正经的刻板印象 比尔盖茨就说过 费曼是令人快乐的开魔 别逗了费曼先生 这本书的内容来自于费曼的聊天记录 多年来费曼经常和同事的儿子 拉夫雷顿玩打鼓 费曼一边打鼓 一边聊自己的故事 雷顿就在一旁录音 后来雷顿将录音素材整理成了这本书 费曼还亲自拟定了书名 全书有四部分构成 讲述了费曼从童年到研究生 之后从军参加曼哈顿计划 再后来回学校任教的故事 文风轻快幽默引人发笑 展示了费曼的科学家精神 和特立独行的性格特点 洛杉矶时报评论说 任何读这本书而不大笑出声的人 心里一定有毛病 下面呢 我将分四个部分来为你介绍 大物理学家费曼 分别是 故乡小镇的童年时光 知名学府的求学历程 参与原子弹研发的军营生活 以及回校任教之后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 童年教育往往对人的成长 起着关键作用 尽管出生于普通家庭 费曼和他的妹妹 却是都成为了物理学家 这不禁让人好奇 费曼小时候 接受了怎么样的启蒙教育呢 那么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第一部分 物理学家的童年 1918年 费曼出生在纽约郊区的 一个靠海的小镇 他的童年 既轻松又愉快 在他出生之前 父亲就对母亲说 要是个男孩的话 那么他就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父亲没有开玩笑 他对小费曼的启蒙 花了很多心思 采用了先进的开放式教育 在生活和游戏当中 培养费曼的好奇心 求知欲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费曼还坐在婴儿椅上的时候 父亲就拿回了一堆 蓝白相间的浴室瓷砖 让费曼玩 父亲并不是让费曼随意敲打瓷砖 而是教他按照两片白色 一片蓝色的顺序 雷起来 母亲感到不解 父亲解释说 我正教他什么是序列 并且告诉他 这是多么的有趣呢 这是数学的第一步 就这样 在费曼还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教他认识数字和图形 随着费曼的成长 父亲还一直培养他 细行观察的习惯 有一天 费曼在玩马车玩具 马车的车头里有一个小球 费曼注意到 拉动马车的时候 小球往后走 而他把马车停住的时候 小球往前滚 这是为什么呢 他把自己的困惑就告诉了父亲 父亲并没有直接回答 这是惯性 而是让他仔细观察 父亲说 真的没人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可是你看 拉动马车的时候 如果从边上看 车斗的板子摩擦着小球 小球相对于地面来说 其实还是往前挪了一点 这不是向后走的 费曼又跑回去 把球放在车上 从旁边观察 果然 父亲没错 车往前拉的时候 球相对于地面 确实是向前挪了一点 父亲虽然说 没有直接给出确定的答案 却让费曼有了观察的兴趣 和表达意见的机会 费曼回忆说 相比于其他的玩伴 父亲能够从繁忙的工作当中抽身 给予他更多的陪伴 父亲常在周末 带他爬山 一边在丛林里漫步 一边给他讲解动植物的知识 父亲还常常抱着费曼 给他讲大英百科全书当中的内容 把里边抽象的概念 比作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就这样 得益于父亲的启发和培养 费曼小小年纪就对世界 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好奇心 当然 想当科学家 只有观察力是不够的 还要有动手实验的能力 十一二岁的时候 费曼就在家里 建造了一个小实验室 把加热器 电路当作实验工具 有一天 费曼在房间里做电路实验 正巧妈妈的朋友来家中做客 听到房间里传来 噼里啪啦的声音 担心地问道 你们不怕他把屋子给毁了吗 费曼的妈妈却是不介意地说 没关系 这是值得的 家庭教育 不仅帮助费曼在科学上启蒙 还在潜移默化当中 影响了他的性格 费曼的父亲 是一名做制服的商人 他给许多官员做过官服 看过很多人 穿着官服和脱去官服的样子 知道 体面的外表 不过是包装罢了 在费曼很小的时候 他坐在父亲腿上 读新出的纽约时报 看见了一幅画 画上是一群教徒 在向教皇叩手 父亲说 他呀 不过只是带着一顶皇冠罢了 教皇也是人 也要吃喝拉撒 他有着所有人都有的优缺点 费曼说 是父亲教会了他对某些东西的 不看重 不遵守 他深受父亲的影响 不贪慕名利 不畏惧权贵 这种耿直的性格 贯穿了费曼的一生 在接下来的讲述当中 也会提到 总之呢 在费曼成才的道路上 离不开父母的良苦用心 天资聪慧 加上资深的努力 他终于从自己建造的小实验作坊 一步步走进了知名学府的大实验室 17岁那年 费曼考上了麻省理工学院 之后又去普林斯顿大学 攻读研究生 下面呢 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第二部分 费曼的求学之路 在麻省理工学院 费曼最初主修数学和电力工程 后来转修物理学 物理课上的内容 对于他来说呢 太简单了 于是他就在物理课上 研究高等数学 有的时候呢 还去生物系旁听 甚至还能够成功冒充化学家 这源于一次 克余的打工经历 一次呢 他去朋友的电镀公司打工 这公司呢 只有四个人 费曼呢 就被封为了首席化学家 虽然说是一个门外汉 费曼呢 也得对得起自己的名号啊 他不满足于现有的电镀方法 不断的做化学实验 推出了新的电镀产品 还在杂志上 给公司产品做了广告 费曼有个朋友 恰好也从事电镀行业 看了这个广告之后 非常惊讶 感叹的说 哎呦 这个公司一定有一个 真正的化学家 而且肯定还有几十个 化学专业的员工 这样的水平 我们根本赶不上啊 费曼心中窃喜 哎呦 化学家 其实搞电镀的 只有我这个物理学专业的大学生啊 再加上一个 负责洗瓶子的手下 费曼就是这样一个头脑聪明 还非常勤奋的大学生 他有一股求真的蛮劲 为了真相 甚至不惜拿自己做实验 在麻省理工读书的时候 有人说 把阿斯匹林和可口可乐 一块咽下去 你立刻就会不省人事 费曼觉得这简直是胡扯 必须要亲自实验一下 打破谎言 所以自告奋勇的 把阿斯匹林和可乐 一块的吃了进去 围观的同学看到费曼安然无恙 非常失望 他们不甘心 说一定是费曼吃的顺序不对 首先呢 是要先吃阿斯匹林 再喝可乐 或者说是先喝可乐 再吃阿斯匹林 总有一种情况 一定会让你晕过去的 费曼呢 为了实验 验证 先后用三种方式 吃了六瓶阿斯匹林 喝了三瓶可乐 观众们呢 等着看好戏 甚至都做好了 打急救电话的准备 可是看到费曼跟没事人一样 只有目瞪口呆的份 就这样 费曼在学校里 如饥似渴的学习知识 也成为了大家的开心果 很快 四年的本科生活结束了 1939年 费曼以优异的成绩 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 他呢 想要去别的学校 见见世面 就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 跟随著名理论物理学家 约翰·惠勒教授 研究量子力学 并且在1942年 获得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 费曼说 在普林斯顿研究生院 常常会遇到一些魔鬼头脑 与这些大人物的交流 给了他成长的机会 费曼回忆说 他在做学术生涯的 第一个研究报告时 座上竟然有罗素和冯诺依曼 他一开始非常害怕 吓得脸都绿了 心想 自己这一个毛头小子呀 怎么能够在大物理学家面前 搬门弄斧呢 他一边在黑板上写方程诗 一边紧张 正在这个时候 爱因斯坦突然走进来听报告 还问费曼茶杯在哪 这个时候 费曼呢 鬼使神差的淡定了起来 给爱因斯坦指出了茶杯的位置之后 转身继续写方程诗 然后呢 他集中精力 摒弃一切杂念 仿佛对屋子里的大人物 产生了免疫力 开始自信的做报告 还有一次 费曼参加物理学家 波尔父子召开的讨论会 波尔因为对原子结构 以及原子辐射的研究 获得了1922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 算得上是物理界的神人了 会场上的人非常多 费曼呢 就坐在后边的一个角落里 当他觉得波尔的说法 有什么不妥的时候 就直接了当的指了出来 后来 波尔私下里对儿子说 你记得坐在最后边的 那个小家伙吗 他呀 是唯一一个不怕我的人 下次咱们要讨论的时候 不能够和其他人先谈 他们只会说 对对对对 先生说的没错 我们呀 要找那个家伙 我们先跟他谈 后来 波尔也给了费曼很高的评价 他说 费曼自信且正直 这是唯一一个不怕我 敢于指出我错误的人 费曼在普林斯顿读博士的时候 正值二战 美国虽然说迟迟没有参战 但是战争的氛围 已经弥漫到了整个国家 美国也开始着手备战 因为考虑到希特勒极有可能正在搞原子弹 所以说美国方面十分急迫地 开启了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并且想要吸纳物理学家参与到研发过程当中 这便开启了我们第三部分的故事 费曼从军纪 1943年 美国陆军的一位将军 跑到普林斯顿招揽人才 他大声疾呼 物理学家对军队来说太重要了 我们想要聘请物理学家 费曼觉得爆笑祖国的机会来了 一腔热血地爆了名 他成功入选 进入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成为了曼哈顿计划天才小组的成员 谁想到呢 刚来到军营 费曼的任务是查看齿轮设计图核对数据 费曼可不甘心 他每天都研究着各种相关资料 还参加专家讨论会 积极地发表见解 渐渐地 军队发现他大有用处 任命他为理论小组的组长 但是这个项目是需要保密的 他到底在做些什么 连妻子都不知道 就这样 在封闭的军营当中 费曼开始了紧张而忙碌的工作 通常是通宵达旦 但是他是一个特别擅长 自我调节的乐天派 不管是遇到科研的难题 还是遭遇了人生的逆境 他都能乐观面对 工作压力大的时候 打鼓就成为了费曼的消遣 他会绕着树 看着月亮 边走边打鼓 想象自己是一个印第安人 把烦恼都敲打走 没有鼓的时候 他就把垃圾桶翻过来当鼓敲 也能够打出动人的节奏 为了给枯燥的生活加点料 他还专门的买了两本 教人开锁的书 凭借自己的数学头脑 把破解密码的本事 练得炉火纯青 几乎打开部队所有的保险箱 有一次费曼到老同事的办公室里找资料 门是开着的 人却不在 他又觉得手痒 开始转动人家文件柜上的密码牌 不过一会儿 只听到哐当的一声 文件柜是应声而开 接着呢 他试了试别的保险柜 所有的保险柜密码居然都一样 他心血来潮 在第一个柜子里留字条说 撬索专家费曼 接了一份文件 然后在第二个柜子里留字条说 这个柜子也不难开呀 聪明鬼流 又在第三个柜子里边写道 秘码居然都一样 同一人流 过了一会儿 同事回来了 先是看到后两个字条 以为受到了间谍袭击 吓得面无血色 直到是看到了第一张字条 才知道这是费曼的诡计 居然是感激涕零的说 还好是你呀 就这样 军营里的保险柜全部升级换代 他们防的不是间谍 而是调皮捣蛋的费曼先生 在费曼投生于原子弹研发期间 不幸遭遇了爱妻阿林的离世 费曼从基地赶到医院之后发现 他送给妻子的钟表 刚好停在了他去世的那一刻 回到了工作岗位之后 他不愿意让朋友看到自己 愁眉苦脸的模样 就更加专注地投入工作 朋友们问费曼发生了什么事 费曼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他过世了 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几个月之后 费曼路过一家百货公司 看到橱窗内的 看到橱窗里的一件洋装 他想到 阿林一定会喜欢 那一刻他哭了 像一个孩子一般地哭了 费曼不是没心没肺 只是他不愿意沉眠于悲伤 阿林离世一年之后 费曼为王妻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在费曼去世之后 才被拆封 他的信尾 以自己一贯的幽默方式写道 请原谅我没有把这封信寄出去 这是因为 我不知道你的新地址啊 曼哈顿计划期间 费曼的学术水平得到了认可 他很快在学术圈里有了名气 二战还没结束 他就已经炙手可热 很多科研机构都想请他过去 战争结束之后 物理学家汉斯·贝特教授 推荐费曼去康奈尔大学当教授 这就到了我们要讲的第四部分 费曼的教授生涯 费曼认为 传道授业的工作比在军营当中 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于是 在1945年的伏兵议体检当中 费曼假装患有妄想症 成功地骗过了精神科医生 在被军队拒之门外之后 他来到了康奈尔大学教书 当时费曼只有27岁 费曼教授对于教育颇有见解 他讨厌死机硬背 主张大胆探索和创新 费曼总结了学习物理的五个理由 第一是培养会测量和计算的工程师 第二是培养致力于人类知识进步的科学家 第三是认识自然和宇宙的美妙 第四是培养科学的求知方法 第五是塑造自由探索的创造精神 在他心中科学是神秘的 物理是美好的 研究是一种享乐的事情 硬式教育断然不可取 在一次访学过程当中 他就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巴西的教育体制 1949年费曼来到巴西访学 他发现巴西的学生从不提问 只会死记硬背 接受的是彻头彻尾的硬式教育 学期末 费曼来到了巴西科学院做演讲 听众不只有学生 还有很多的教授和政府官员 费曼可不顾及听众的面子 他坦率地说 巴西那么多小学生在书店里买物理书 比美国小孩起步都早 可是为什么整个巴西 却找不出几个物理学家呢 因为孩子们做的都是无用功 他举起了一本物理权威教材说 随便把书翻开 知道哪一行 我都可以证明书里包含的不是科学 而只是死记硬背而已 演讲结束之后 巴西教育部长非常汗颜 痛心疾首地说 费曼先生的批评很有诚意 我早就知道我们的教育体制有病 但是现在才发现 我们得了癌症啊 这样的行事风格 难免会让一些人觉得 他有点嚣张和固执 但是这也说明了 费曼在教育事业上 有着自己的原则和坚持 他一心扑在科研上 对于名利诠释非常淡漠 在康奈尔大学 执教五年的时间里 很多科研机构都想用重金 挖他过去 费曼都不为所动 他渴望的是在讲台上 传授知识 他说 教学和学生 使我的生命得以延续 如果有人给我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 但是不能教学 那么我永远不会接受 直到1951年 他得知加州理工学院建立了第一台密度梯度离心分离机 这正是他在研究当中最需要的仪器 于是费曼决定加入加州理工学院 并永远留在那 在加州理工学院 费曼继续最兴于研究和教学 成为了学生心目当中最可爱的教授之一 不仅如此 他还收获了沉甸甸的诺贝尔奖 费曼的诺贝尔奖来自于 他对量子力学理论的贡献 但是他自己却说 他的诺贝尔奖来自于一个旋转的盘子 为什么呢 有一天 费曼在大学食堂里吃饭 看到有人往空中扔了一个盘子 盘子边飞边转 边缘那挂着的大学徽章也在摆动 费曼发现 徽章摆动的速度比盘子转的快 他反复的观察 发现在角度很小的时候 徽章的转速是盘子的两倍 然后他联想到了相对论当中 电子轨道的运动方式 又想到了电动力学的狄拉克方程式 最后费曼延伸到了量子动力学 发明了一种简单的图解方法 对量子世界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模拟 就是这项发明带给了费曼诺贝尔奖的殊荣 1965年的一天凌晨三点多 费曼家的电话突然响了 他气恼的说 这个点你给我打哪门子电话呀 其实啊 对方是要告诉费曼他获得了诺贝尔奖 一般人听到这个消息一定是十分激动的 可是呢费曼却淡定的说 哎呀我在睡觉 你应该在上午打来呀 到了白天的时候呢 上课了 学生们问费曼是否做好了领奖的准备 费曼为难的说 确切的说我还没有做好领奖的准备 因为他听说从瑞典国王手里领取诺贝尔奖的时候 必须要毕恭毕敬 领完了之后呢 还不能够背对国王走下台 必须要后退到自己的座位上 费曼对此嗤之以鼻 他说 我怕呀 在后退的途中会摔倒在地 我能不能像青蛙一样跳着过去 数清楚跳了多少步 等领完了奖 我再往后跳回去 这话传到了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 他们马上打电话告诉费曼说 亲爱的费曼先生 你不必像青蛙那样跳着去领奖 你在领完了奖之后 完全可以背对国王走到自己的座位上的 费曼呢 这才放心的去领奖 在颁奖典礼上 费曼照例要发表一对获奖感言 大多数人呢 都是要说一些感谢的话 可是费曼却说 在发现了他所做事情的乐趣之后 在发现别人运用他的研究成果之后 他已经得到了奖赏 领了诺贝尔奖之后 同时用十美元和他打赌 说费曼总有一天会当领导 不过 这场赌局费曼全胜 成功拿到了那十美元 为了不做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他连续推辞了五年 因为他觉得当官的责任太令人困扰 他说这是他保卫自由的方式 正是这种不拘小节 特立独行的性格 让费曼少了一些严肃 多了一点情趣 成为科学家当中的顽童 有些人一直在一个领域苦苦挣扎 很可能财思枯竭 与此相反 随心所欲帅真可爱的费曼 可以从头到尾保持童心 嬉笑怒骂 生活多姿多彩 充满激情 50岁的时候 费曼报名参加国际韩寿学院的美术课程 他认为艺术与科学 都是表达自然界美的方式 他希望通过绘画 让人们感受到宇宙的美妙 得益于科学家的观察力 他在画画上也是成为了一把好手 后来还画起了模特素描 参加了画展 这其中也有不少趣事 有一次一家按摩院出60美元 要他画一幅裸体女郎斗牛图挂在店里 费曼觉得这个构思太淫秽了 就特地花80美元 雇了一个模特 准备画一幅古罗马女奴按摩图 画好了之后呢 却发现按摩院的老板犯了事 已经被警察抓进了橘子 还有一次 他把居里夫人画成了一个长发飘飘 坦胸露背的大美女 起名叫做居里夫人观察雷辐射 可怜的居里夫人就这样成为了费曼 搞怪的牺牲品 1988年2月16日 费曼因患癌症去世 他临终前说 死亡太烦人了 我可不愿意死两次 第二天 他的学生们在加州理工学院图书馆的顶层 挂起了一条横幅 上面写着 我们爱你 费曼 到这里 别逗了费曼先生的主要内容 就为你讲解完了 费曼正直率真 才华横溢 特立独行 小时候是聪明的邻家小孩 读书的时候是执着认真 又喜欢搞怪的学生 从军史创造 并且见证了首枚原子弹爆炸的历史 走上讲台后 又是耿直率真 波洒智慧的教授 时代杂志评价他说 费曼的生命就像是连锁反应 向四面八方炸开 散发出光和热 在历史的长河中 费曼正如他喜欢谈论的原子威力一样 昂首挺胸 走来走去 留下灵动而优美的弧线 他的光芒 他的光芒一直指引着后人 不做世界的观光客 而做科教的探险者 好 别逗了费曼先生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听书笔记在这一段时间 听书笔记在青菜里 听书笔记在街头上 给你解误的 误众笔记